字幕文字幕——YK 球场第一排 耶 好我们这一集的来宾依然是台北富邦勇士的周桂宇 桂宇在前一集其实提到了很多在学生时代学到的东西 然后进到职业第二年了 第一年跟第二年当中 從成長到的地方學習到的事情 那今年呢 2012年其實很特別的是 第一次嘛 代表中華隊出賽 代表中華隊的 成人隊的異軍出賽是第一次 因為先前入選是瓊斯杯的時候 中華白隊 算是中華隊的二軍 這一次第一次代表中華隊出賽 而且呢 我們當時啊 我們還在我們球上低牌的IG上面 幫你算了 你有看到嗎 沒有 沒有看到 貢獻度 我們有 我們有 大家拍個 好像有 有一個貢獻度 就是包含你在那場比賽的這個 他的貢獻度 三場比賽 那貢獻度的那個 算法就是把你 在整場比賽的攻守數據都加起來 然後除上上場時間 貢獻度的英文是PIE嘛 Player Impact Efficiency 對對對 那算出來當時你的這個 球員的貢獻值是全隊第二高 8.4% 僅次於Arteno 那有幾場比賽確實打得很出色 可不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在這次國際賽當中 你覺得 面向比較深刻的事情 因為 呃 第一次出去 然後而且其實 確實打起來覺得 欸 你打得很瀟灑 很自在 打你自己想打的東西 對對對對對 那他說哎呀 這個比賽如果帶回來在台北 台灣打Poss League 哇 那就不得了了 對 那怎麼會有這麼大落差呢 呃 我覺得是 在集訓的 這一段時間 其實 保兒教練跟帕克教練都給我很大的信心 其實一開始也有打的 一開始在集訓的時候 其實也打的有點 幫手幫你有點在傳球 但是 那時候教練就一直跟我說 因為 因為 徵召了一些 疫情的關係 所以來著 我們這次的球員都是比較年輕的 就是我突然在 第一次打一斤 然後就變其實在 所以是比較資深的 松生賴 對對對 然後其實就是 教練就是說 你在這個對方都已經算比較老的球員了 那你還不 呃 多出手或是有 你要去多承擔一些 這個比賽的一些責任 或是 得分的火力 你也必須要靠你來出來 呃 幫助這個球隊這樣 所以其實打 在訓練 從後來後半段就是 一直去調適自己吧 那也是 有點找回當初 那種 比較多球權的那時候的一些打法 所以到 比賽就很開心 可以 有這種表現 那你出發前有請教過 類似國際賽經驗很豐富的 像許總啊 或者是一些老大哥們 有沒有一些 打國際賽的Mega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經驗分享 讓你在國際賽中 不會那麼綁手綁腳的感覺 那時候就是有 問鼎哥 然後 因為我們這次 就是要對戰澳洲兩次嘛 其實鼎哥就有說 不用那麼多導船啦 就是 人家那麼高 你再怎麼導船 人家再走一步就到了這樣 所以你不要太多導船 你就 有機會你就趕快出手吧 不要再傳 所以就是 對 然後他就說 你在傳 人家也不一定有你準啦 你就你投這樣 所以就是 帶給我蠻多的幫助這樣 他就會看 你對手的狀態 因為 我去打籃球 後來我發現 最難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今天球拿在手上 我有三個選擇 傳球 運球 投籃 或是運球 好 我運球攻擊的機率是最高的 還是我出手投籃命中的機率最高 還是我傳給你 你出手命中的機會會是最高 所以 籃球員無時無刻都在做這三個當中的判斷 因為一定是這三個其中之一 哪一個最 哪一個成功機率最高 會最快得到分數 我們就去做那件事情 我覺得曾文底齊在判斷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判斷非常精準 真的 第一場在打澳洲 其實上半場還是有點 還沒適應整個 國際賽的一些強度 但是就是 再到中場的時候就有體會到 突然想到鼎哥 講的這種 這些話 他給你一個緊啊 對 對 中場的時候 打開來看 剛比賽落後30分的時候 打開來看 那個東西 對 然後到下半場才開始 哇真的有進入到比賽的 那個 脈絡裡面 對然後我記得我們還有追到 14分 差不多 對對對 我應該說上半場是輸2、30分 大家說以那個證容來講 輸20分算贏 20分之內算贏 因為我沒有記錯的話 當時好像在那個運彩賭盤 開到要輸到快20多 好像快30左右 反正就是很多 那在最後那個比數過程當中 大家覺得說哇 其實是精彩的 是有對抗的 對 因為 Pucker 教練跟 就是教練團也是跟我們說 我們今天來不是要輸球的 我們也是 雖然我們比較年輕 然後可能大家比較 要不看好我們 一定會覺得我們會輸落後很多 但是我們今天來 我們不是 只是來參加這個比賽 來過個水而已 我們是真的要把我們的 價值去展現出來 我們不是 我們是要來贏球的 不是就是說 要抱著這種心態 對對對 要抱著這種心態 那 在 你剛剛講到說 在國際賽 FIFA的規則上面 跟日本跟 澳洲 澳洲碰撞 對抗 強度 他們是不是在身體上的強度碰撞 是不是很多範圍 都 對 在 允許的範圍 都好像都不太會吹 我覺得是真的 而且自己可能 有一些球 我覺得我犯規了 老師也就是裁判也沒有吹 就是我覺得那個 生理強度是非常 當下也嚇到 對 我說 我就誒犯規 我沒有 啊出手 沒進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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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多球都是這樣 那有沒有經過這樣 就是 比如說 尺度啊 或者是碰撞比較大的 情況下 也會讓你自己 能夠比較放開來打 就不會綁手綁球 對對對 真的會這樣嗎 真的 因為就是 比較敢去撞吧 然後在防守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你雙方的強度 整個都是 拉來拉去 然後什麼就是 那個 那個張力 就是會 讓你更 投入這個比 而且不會去 想說 欸我這個防守 如果犯規 自己的 犯規的累積會太快 或什麼就是 不會一直被哨音打斷 對對對 他們 身材都 每一個位置都比我們高 大概5到10公分 但是其實你也沒辦法說 可以很容易的 從他們手上去抄球 或是 就他們的技術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 水平在那邊 就是沒有說 他們因為身材比較高 所以我的一些 基本動作 就比你們 比較 劣勢一點 所以他們還是都是 所以 即便高 但是他的橫衣敏捷 還是很高的 對對對 就是 那除了澳洲以外 我們也有打到日本 日本 那日本那場比賽 得了21分 單場得了 投進了4個3分球 那我們好像只 小輸了5分而已嘛 那 就差一點點 那 我們就想問就是說 那有機會贏的球 那當時是 在什麼狀況下 還真的就是差滿一點點 那有什麼地方可以佈足 你覺得差了哪一點 對 那有什麼可以佈足 他這麼多點點的分數 事實上是很有機會壓過去 我覺得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去看 第一點是我們 體能上真的 因為我們前一場 日本隊是休息的 然後 因為他們主場啊 我們連打兩場 因為他們是主場的派在場 而且我們 我們那時候打澳洲 我記得好像是打 下午的 然後隔天的 打中午的 對打中午的 就其實我們 休息到24小時 對還不到24小時 結果 好像我們打完日本那天 隔一天 他們對澳洲 他們打6點 哇 修好修滿 對我覺得第一點 也不能把這當藉口 但我覺得確實有影響到 體力的恢復其實有影響 然後第二個就是 其實我們 真的算比較年輕的球員 真的到最後比賽 關鍵時刻 一兩波球權的那個差距 我們在處理球上面 真的是 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是覺得 這是最後我們 沒有真的把比賽拿下了 而且成軍的時間也比較晚 大家集訓的時間 其實相對來講沒有那麼長 我們只有練兩個禮拜 就去 而且因為那時候我們 在集訓這段時間 6日我們這些職業球員 母隊還是有比賽 所以我們還是會回到母隊 去做一些比賽跟訓練這樣 這次去打這個世界盃的 亞洲區資格賽 你覺得自己收穫最多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 真的找回 真的 打球的一個 在球上他們的自信 就是 因為第一年其實上場時間比較少 那我覺得 我覺得最好的 最讓我收穫最大的 是我覺得 我在富邦待了這一年 就是 不管是 可能上場時間比較少 但是在隊內的訓練 是跟老大哥他們 是有學習的東西 就是自己有 其實 我很怕自己停留在原地 但是我覺得經過了 第一年的職業賽場的 一些訓練的經歷 讓我真的有 真的是有在進步 然後可以在 真的在這次日本 有發揮出來 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你 過去那一年 雖然你實戰比較少 但是你在力量當中的進步 其實在比賽當中有呈現出來 所以你就確定說 我其實是有進步 方向是對的 方向是對的 是一個 就是自我可以肯定的過程 就是在勇士有學習到 或是有體驗到的 一些跟老大哥的對抗 在國際賽事發表會出來的 就對了 因為你們對上真的是 那個球精太多 哈哈哈哈 每個都跟精 打成跟精一樣 就是他們 真的太 就已經打到就是 林志傑啦 蔡文成 曾文鼎 他們兩個洋將 兩個洋將 三個洋將 還有中線 對 每個都是 就是那種 說經驗有經驗 說身材有身材 每個都是很乾翹 就是都 非常會解讀比賽 很會玩球 這些球員也是因為他們 真的是非常乾翹 然後經驗這麼豐富才可以 到這個年紀還在打球 對他們其實已經過了 就是跟你拚體能那個階段 對真的 真的是打經驗 可是重點是 其他球員還是講啊 就算拚體能 他們也沒有輸 也不一定輸 這是重點 對 真的是這樣吧 為什麼到底體能 他們在平常練習 有體能強度 我覺得是 他們很會找在球場上 可以休息的時間休息 威嚇阿瑪 對 對對對 就不關他的事 他就是會在旁邊休息這樣 但是 欸他可能 判斷真的經驗上很 成熟 所以他知道 欸什麼時間 他該去做什麼 或是什麼 從權力衝刺 該用力的時候 對用力的時候 就是 那個判斷判斷得很好 所以就可以讓他們 可以在球場上待那麼久 那 在 這一次的世界杯 亞洲區資格賽回來之後 其實 按照規定 當時是要自我檢疫嘛 隔離 不是不是 隔離是你有確診 這叫檢疫 反正在這防禦旅館的14天當中 那 做了哪些事情 看好像說 你在論文上面 就是剛好利用時間 來看看出這些論文 真的好 也不是說好險 就是剛好有這14天 讓我 讓 就是在 論文這一方面 進步 進度是 感進度 超前 對有點超前 你的論文題目是什麼 論文題目就是 目前是在寫自己的 籃球一些經歷 然後可能 每個階段遇到的教練 或是球員 就 到時候會去做一些放談 請問你這個題目是 你要出書嗎 聽起來很像是你在 自傳 自傳 寫回憶的自傳 回憶錄 比較一些比較偷懶的方式 去完成這個論文 所以大家都是寫自己嗎 還是大家沒有 不是你要什麼 用什麼的角度去包裝 你自己的論文 是說 你分析自己嗎 還是 我分析自己 我 我之前每個階段 遇到的問題 或是自己去解決的方式 然後可能可以去度 在未來我可以 就是我的 可以讓未來想要來 也是想要去職業球員啊 或是一些 目標相同的一些年輕球員一些 有個借鏡 借鏡 然後也可以讓我自己在未來 有在籃球路上 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欸其實這樣子蠻好 因為這是一個很好 自我審視的機會 因為我是沒有寫日記的習慣 但是我有寫日記習慣的朋友 他可能會看 比如十年前五年前三年前的日記 然後他看 欸原來我當時做的事情 然後再對照現在自己做的事情 其實他是 很好回顧自己 就是檢視自己的一個歷程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這個論文 如果寫完之後 應該就是對自己會更了解 我記得有一次在這個 富邦的 Beyond Braves 這個影片當中啊 你就有搜你的書包嘛 跟包包 然後就打開來看 欸你的那個書 還有一本是英文的 而且那個 單字本 對單字本 然後上面 而且還有 我看你還有 我想說你是不是只是就是 放在書包裡面好看這樣 你有畫重點 而且你有貼那個 有貼那個 有貼那個 對對對貼貼 你是那個時候要考音檢 沒有沒有沒有考音 只是因為其實就是很想要 可以跟洋將可以直接溝通 或是因為像有時候去 去中華隊帕克教練 在帶的時候 又會想要去可以直接溝通 所以 但是我自己也沒有持續很久 就是有時候有一段時間會突然想要讀英文 就是會想要可以直接跟洋 但是可能一段就是可能幾個月後又又慢慢 又慢慢就是那個 沒有忘記了這樣 但是要突然一個時間又開始這樣 那你的七千個單字背了多少 有背一半嗎 沒有沒有 一半有三千五耶 對啊 那有一千嗎 我不知道 應該有啊 那你那你那單字背完之後 你會真的去找洋將去 試用 我有時候會唸 然後他聽不懂 算了算了 所以這樣就要問一次啊 所以我會唸什麼 可以跟他用的 對啊你可以找機會跟他聊 就是說這個單字用的 對不適不適合這個場合 有 就是像 球隊友翻譯嗎 或是 有球隊友很多人都是會英文的 那他們 我就會問他 要怎麼回 他們就會說 你可以這樣跟他講 然後就會有自己 有稍微試著去嘗試看看 那你有沒有覺得就是 就是因為你講 因為你的初衷是想要跟洋將啊 或者是像 在中華隊跟Parker直接溝通 對 雖然 可能 你現在也沒有真的背到七千的單字 但是 你有沒有覺得開始 能夠直接聽得懂教練講話 總比透過翻譯 就算沒有聽懂那麼多 還是 蠻受用的 而且我覺得開始會比較敢 講 雖然可能講的是 單字啊 什麼李李拉拉 沒有什麼語法或什麼 但是我覺得 就是至少要開始 去 嘗試 嘗試看看 然後他們也可能 有稍微 回應 對 稍微聽得懂 然後就會知道你在講什麼 對 你的平常的休閒的興趣 除了打籃球之外 那 我發現你看不少書耶 其實你平常 你是有固定閱讀的習慣嗎 大概 有沒有算過大概多久 可能看一看 可以看完一本書 這樣子 一個月至少會一本 其實很多耶 比我們都還多耶 兩個月至少 也OK還是OK 你還是高於我們的國民平均值 最高於我們平均值 那你都看哪一類的書啊 就比較像運動心理 去就是 運動心理這一塊吧 或是 有時候也會看一些什麼理財的書 也沒有去 從爸爸副爸爸 之類的 回邪思考 那你會看就是 運動員的自傳那一類的嗎 會 但比較少自傳 比較是一本書裡面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 不同運動員的故事這樣 你在隔離是不是有推薦 在一個影片裡面有 你有推薦一本書 看一本書 像冠軍一樣思考 像冠軍一樣思考 運動心理學大師的 20個思維訓練 成功從心態開始 它裡面有沒有什麼你覺得 就是 印象 它應該好像是20個故事 還是 其實有點忘記 應該是20個故事 沒關係 有沒有裡面印象最深的故事 然後你自己的感受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 印象比較深刻應該是 其實它有很多 真的讓我 有一個是它是在講菲爾卜斯 喔 你說有那個菲羽 對 然後 它是說它一開始其實成績很差 然後其實大家也都沒有去覺得說 它會成為一個很頂尖的游泳選手 然後它好像 它是身體好像有一個什麼疾病 它自閉症 對 它自閉症 然後 反正就是在大家都不看好下 然後自己也有自閉症這個狀況 最後它是 算是世界最頂尖的游泳選手 然後它裡面就有講說它 一些 比賽的想法 就是讓自己就蠻 蠻受用的 對 你曾經想過要領外嗎 嗯 有 其實 一個夢想吧 就是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那時候 其實大三的 大三 要大四的時候其實有想過 因為那時候有 永勝 然後 那時候聖彥 秉勝 他們都有去參加CBA的一些 選秀的測試賽 所以那時候其實自己有 也有去想挑戰看看 對但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都有停擺 所以假設要旅外還是會想往CBA 就是中國那個部分 因為其實現在日本自然 它也有就是亞洲外援的這個選項 我覺得我沒有很 沒有很想日本 沒有沒有我說我沒有 我沒有很 一定要CBA 我覺得像澳洲好像也 我覺得澳洲也蠻好的 你就打完澳洲之後 一開始就選澳洲 沒有沒有 是因為我之前有 就是去 我們師大所有去澳洲 一地區練習 所以我就覺得澳洲那個環境很舒服 然後對 就也是如果真的有機會 也會想要去試試看 那你認為接下來如果 未來真的如果想要旅外的話 你會在什麼點 或是達到什麼目標之後 你會想要就是 拿個冠軍 拿個最佳五人之後 證明了自己之後 對我覺得至少要在 因為我覺得現在台灣 這個P-League的聯盟 就是競爭力非常的強大 而且在前面又有很多學長 可以讓你去學習 然後現在又待在一個 我覺得不管是設備啊 或是什麼管理階層 教練團都是非常完善的球 我覺得在這個球隊我現在可以學到很多 其實還蠻 還蠻信心那時候沒有直接出去 因為我覺得 這兩年 這一兩年 在台灣職業聯賽 我都遇到這麼大的狀況 就是不管是心意的挑釋 或是自己技術 一些方面 都遇到那麼大的挑戰 其實沒辦法想像 如果我那時候就直接去旅外 會遇到 一個更大的挫折吧 對對對 所以就是其實希望就是自己在台灣可以先證明自己的能力吧 然後可以站穩 在台灣的舞台 這個P-League聯盟這個舞台 那最後呢 其實每到我們節目的來賓 我們都會有兩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是 如果說你沒有打籃球的話 你當年在國中畢業沒有去加入 南湖高中的話 你覺得你會走哪條路 你會做什麼樣的工作 你會念文族還是念文族 你覺得你現在會是什麼樣的 我覺得是李祖 你會想念李功可 嗯 應該是這樣說 但是會做什麼 我覺得 呃 可能就是工程師之類的這種 就是比較會打球的工程師 對對對 講得比較高的工程師 然後球打得不錯 過年就出來安律成立幻 對 還是會打籃球 可以喔 最強的工程師還是會打籃球 好 好那最後一個問題呢 是我們固定的結尾的問題 籃球有沒有教會你什麼事情 呃我覺得籃球教會我 很多 像是做人處事的一些 道理 我覺得這次學到蠻多的 然後可能跟團體生活的一些 一些 跟可能同載 或是跟 長輩教練團 就是一些 團體生活的 一些 適應 然後跟一些什麼 跟大家溝通互動的一些 能力吧 我覺得這是學到蠻多的 應對進退 對對對 這樣勇士對老大哥這麼多 所以他應該要 然後學的更快 就是跟這些長輩 或是比較資深的球員 怎麼去相處 應該是 學最快的這一步 除此之外呢 還有沒有 我覺得就是 籃球就是 目前就是讓我可以 有一些收入 然後可以帶給家人 更好的一些生活吧 對啊 然後也讓我 可以有一個舞台 然後有這個能力 可以站在這個舞台上發揮 然後讓 成為一個聚光燈的一個焦點 就是 真的是籃球帶給我的東西 這可能是小時候沒有想到的事情 對是真的 以前都沒有想過 好 那我們這兩集節目呢 非常開心邀請 台北富邦勇士的前鋒 周桂宇二年級生 在二年級的這一年呢 他其實從 國際賽回到台灣之後呢 也說 找回自己的信心 確實在表現上面 下半季也非常 令人值得期待 也令大家耳目一新 而且呢 也發現是一個 還蠻成熟的一個 年輕球員 這在我們過去 訪談過的一些選手當中 其實是蠻令我們意外的 而且是蠻令我們驚豔的 好那我們這期節目呢 非常謝謝周桂宇 我是王柏林 我是Henry 我是Tony 我是桂宇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